今天的HOP開箱要開的是很潮的彩虹飲食法 其實我們之前最常聽到的就是 蔬果579 著重在量的部分 也就是代表說小孩一天要攝取5份蔬果 女性是7份 男性是9份 但是這種新興的彩虹飲食法 不只重量 更重值 顧名思義就是在盤子上 我們要看到像彩虹一樣繽紛的食物 所以建議每天至少要攝取5色蔬果 各一個拳頭大小 那麼希望藉由不同的蔬果可以來豐富我們的 植化素維生素礦物質等纖維質等等 那麼當然就可以預防疾病上升了 比如說有預防癌症的功效 或是強化心血管 提升記憶力 維持視力健康 那麼當然不同蔬果的微量營養素很厲害 有助於腸道菌的生成 這腸道菌是什麼呢 主要管理我們的食慾 情緒 以及可以養成益瘦體質 聽到這 彩虹飲食法不是所有人都適合 哪些人不適用呢 比如說慢性病的患者 你有腎臟病 糖尿病 不能 還有控制病成者 以及必須要調整特殊的營養素 這些你可能都要進一步請教營養師 請教專家了 所以接下來今天我們要視訊的就是 營養師謝寒穎 營養師你好 嗨 我是趙寒穎 好 你看到了現在很夯很夯的 彩虹飲食法到底是怎麼吃 那麼這跟過去我們常聽到的 蔬果579最大的差別又是在哪裡 是 過去我們在說要吃蔬果579的是量 就是說小孩是一天吃到五份 然後女性吃到七份 然後男性吃到九個拳頭大 那目前呢我們還發現更重要的是 你在選這些蔬菜水果的時候 必須要更重視它的質量 就是說我們推行的叫彩虹飲食法 就是說顏色要越豐富越好 就像彩虹一樣 就像有紅色啦 橙色啦 黃色啦 綠色 白色 紫色 黑藍 全部都是在你的餐桌裡面顯現 而且呢這種各種顏色的蔬菜水果 它裡面有豐富的食化素 可以有效的預防精血管疾病 然後甚至還可以讓你維持好的腸道菌下 另外呢當然可以預防三高 甚至是減重這些的功效性 好 那麼這個彩虹飲食法 它的烹調方式有沒有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譬如說我想要吃辛辣重口味 就不行 是這樣嗎 其實也沒有特別這樣 我會建議大家 第一個你先從分量足夠 五分 七分 九分 第二個你自己來選擇多樣化的顏色 那特別像是紅色的像是番茄 紅蘿蔔 其實要用油炒 它的菲塔胡蘿蔔素且紅素才可以幫助吸收 那另外呢你可能有些紫色的 像是藍莓 葡萄這些有花青素 它就必須是有些水溶性的營養素 你就必須要趕快把它吃完 就不需要再用油炒了 而且你剛剛已經特別提到了一些 就是彩虹飲食法對身體好處多多 可以具體的跟我們說有哪些好處嗎 像我知道就是可以抗衰老增強免疫力 而且重點是可以減肥啊 是其實我們要知道你為什麼會肥胖 或是你為什麼會衰老 我們發現你在老化的過程 我們的心血管會產生很多的自由基 包括呢你可能是老化啊 或者吃太多油炸 甚至曝曬啊看手機這些 其實都會造成我們身體血管裡面自由基增生 而這種蔬果飲食法呢 就是它這種各種顏色的蔬菜水果 它有富含所謂的植化素 它可以清理我們的自由基 而達到鹽緩導化啊 避免肥胖 因為我們說肥胖也是一個發炎反應 那甚至說你長期有便秘的問題 都是腸道的菌相不平衡 所以這種各種顏色的蔬果質化素 就可以幫你去處理平衡掉 這種不好的情形囉 所以養成益受體質 這真的是辦得到的 是沒錯 我常說因為你體質是因為吃錯食物 把體質弄壞 所以你更要吃對食物 幫你把身體的狀況是養回來的 好 那我們覺得這個彩虹飲食法 非常吸引人很想要嘗試 偏偏有些人不適合 有什麼樣的禁忌呢 我們特別是提醒 尤其是慢性腎臟病的朋友 慢性腎臟病的朋友 因為他可能有心率不整 甲離子會有一些過高 引起心率不整的情形 那其實大部分的蔬菜水果裡面 它的甲離子啊 像小番茄還有草莓這種甲離子都偏高 因此你在選擇你的彩虹飲食法 我會特別提醒 你要諮詢過你的醫師跟營養師 尤其是腎臟病的朋友 另外還有糖尿病的朋友 因為水果糖分都偏高 特別說我們現在夏季有什麼 鳳梨啊芒果糖分都偏高 因此你在選擇的時候 分量跟質量我都會邀請 特別詢問過你的醫師營養師 做搭配就可以了 好 營養師你講到一個重點啊 就是彩虹飲食法我也照做了 可是我在其他的飲食搭配上 我好像也不能亂吃對不對 我也不能重油 重鹹 重口味 對 所以彩虹飲食法只是其一 如果你平常有高糖啊高油的飲食 當然對我們的血管 也是會增加自由基的一些負擔 所以我還是邀請大家 三餐這裡除了彩虹飲食法之外 多喝水 那另外少油少鹽 然後避免這些精緻的澱粉啊油炸 都是保養我們身體預防老化 然後形成好體質的一個重要的這些過程喔 好 非常感謝趙函營養師 今天跟我們視訊 的確多吃蔬果之外呢 還要補足顏色 希望這個彩虹飲食法可以幫助到你 再一次感謝營養師 好公露營養師 我們在黄色的藥 為一個星期的 我們要不要在馬上 對他的